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白白胖胖的大馒头 掰开一个,里面既分层又紧致,很有弹性 还带着浓浓的麦香味,越嚼越香 250毫升的温水里,加一点点的碱面 加5克酵母,再加10克的白糖,有助于激发酵母的活性 白面粉400克 把搅拌开的酵母水均匀地倒入面粉里,形成絮状 再下手,把它活成一个面团 因为水的水分比较多,这个面团是有点偏软的 但是没关系,等面发好了以后,我们还会往里面加干面粉 最终会形成一个偏硬的面团 揉差不多了,粗糙一点也没有关系 盖上盖子,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一个多小时 等到1.5倍大 时间到,面团发酵好了 里面有非常均匀的蜂窝状 这时候,面团就特别的软 放到案板上 现在我们开始往里面加100克的面粉 一点一点地加 加面粉的这一步,叫呛面 如果不加点面粉,这个发酵好的面团就会很软 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包子,它就容易塌下来扁 不容易形成一个半圆形的,飘飘亮亮的馒头 刚开始的时候,面团非常软 加了干面粉,是非常容易揉到一起的 揉成一个偏长的条 压扁,中间加上面粉,折叠,再重新揉成一个长条 越到后来,面团越硬,揉起来就有点费力了 有人说,可以用压面条的机器来做这一步 但是我嫌麻烦,还是用手揉吧 揉成一个偏长的条 压扁,中间加上面粉,折叠,再重新揉成一个长条 反反复复,一直到面粉全部用完 面团加的干面粉越多 最后面团越硬 蒸出来的馒头就越有嚼头 擀成长条后,均匀的分成八份吧 把切好的剂子,用保鲜膜盖上 一次只拿一个出来进行处理 左手掌压面团,右手掌负责递送 逐渐压成一个窝头状的形状 再稍微整理一下 一个圆圆的煎挺的馒头坯子就做好了 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七个坯子也都做出来 放到笼屉上 继续放到温暖的地方 让它发酵20-30分钟 按一下这个馒头坯子 如果这个坑很快就弹回来 馒头坯子就二次发酵好了 大火,烧开水 把笼屉放上去 盖盖,蒸25分钟 蒸好后关火 盖盖大概两三分钟 我们就可以掀开盖看一看了 瞧,圆圆白白胖胖的 二两重的大馒头就做好了 外皮非常有弹性 里面又非常的紧致 嚼起来的口感还带着麦香 越嚼,越有回甘味道 您也试试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